前任龍鋼消防分隊長江耀玉 在31年的救災經驗裡 見到了生命的脆弱和無常 18年前成立了龍鋼消防愛心會 關懷生活救助弱勢家庭 跟我們同仁有一個看到一些車禍患者 滿嚴重 聽患者講說家庭環境不是很好 激起他的愛心 回來跟我討論說 我們是不是可以主動來幫忙 透過媒體學校及里長的幫忙 愛心會得以找到需要幫助的對象 並且每個月進行仿視和捐助 剛開始的時候是我們分隊的三個同仁 每個月一人出一千塊 他進三千塊就幫忙 80幾年那時候 我們大部分從媒體學校發動幕 95年回來的時候 我們有透過里長去找 這一些弱勢家庭的對象 江耀玉說 只要還有能力 就要盡全力去幫助需要幫助的人 這樣才能為社會奉獻一份心力 這種愛心的東西 激起他的善念以後 他是欲罷不能 大家都很願意來幫助這個社會的弱勢的群眾 這是我們愛心會所有成員的理想跟目標 我們愛心會 我們愛心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